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我們如果去阿島的家 阿島的家就沒有這個公媽坎 先出牌 所以觀念也是影響很大 那這個陳老師請教一下 我們為什麼這個東方人 細料有新主牌 還要供奉 這是怎麼來的 那這個原由來自於東漢 那東漢有個人叫做丁蘭 那丁蘭父親早死 是由他媽媽含辛茹苦 把他撫養長大 可能是因為欠缺爸爸教養的關係 所以其實他的個性就傑傲不循 那對母親不太孝順 所以當他每天到田裡面 去工作的時候 都是他媽媽做好飯來送給他 他說要改過自新 然後要好好對待母親 所以隔天他媽媽送飯來的時候 他以往都會大罵對不對 這一回他就跑到母親身邊 想要好言好語跟他感謝 因為媽媽嚇死 對 沒錯 因為他兒子從來沒有過這樣一反常態 那也就算了 這個時候的丁蘭因為正在趕牛 他忘記把鞭子拿下來 結果他媽媽就遠遠看著丁蘭 是這樣拿著鞭子怒氣衝衝要過來 嚇到要死了 所以他直接拔腿就跑 那他兒子丁蘭就覺得 媽你幹嘛要跑 所以他也就追 結果他媽媽更挫了 結果呢 到處亂竄 結果一不小心荒不折路 就一頭撞上花梨木 然後就直接倒地身亡 對 那丁蘭真的是非常難過 他本來想說要改過自新 好好孝順媽媽 哪知道反而害死媽媽 所以他後來怎麼辦呢 他就把他媽媽撞死的 那個花梨木樹幹砍下來 砍下來之後 回去請工匠刻成他媽媽的雕像 然後在家裡祭拜懺悔 然後那這樣的一個事蹟 後來傳出去 左臨右側看了之後 覺得不錯啊 這樣子也是一種孝心的表現 後來也跟著仿孝 後來這樣的一個做法 就變成是神祖牌位的由來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現在的神祖牌 早期的時候 都是用花梨木來做 原因也是因為當初丁蘭 最一開始就是砍下那個 梨樹 花梨木的那個樹幹 是因為他媽媽撞到那個花梨木 對 所以用花梨木 不是用花梨木的木材 適合做這個 對 不是 不是 是因為最早的時候 是因為丁蘭 就是砍下花梨木 是這樣來的 不過這件事情 還有後續就是說 後來他娶了一個妻子 那他一樣是在家裡這樣子拜 然後出去回來 都會跟媽媽的雕像問安 可是沒有告訴他老婆 那他老婆就覺得很奇怪 我先生怎麼會這樣子 難道這個雕像是活的嗎 因為你還會跟他講話 還會問安 還會拜拜 所以他有一天就好奇了 拿針來刺刺看 刺那個木頭 對 刺那個他媽媽雕像 結果一次他媽媽雕像的手指 居然流血了 哇 他嚇死了 木頭怎麼會流血 是真人嗎 所以他就不敢再動了 那不敢再動之後呢 丁蘭回來 然後就要按照他的以往的習慣 跟媽媽問安 媽媽我回來了喔 然後這個時候呢 他去拜一拜的時候 抬頭一看 他媽媽的雕像臉 眼含淚光 他就覺得奇怪 以往都不會這樣 怎麼今天這樣 他就問他老婆說 這是怎麼回事 他老婆也不敢隱瞞 因為也嚇壞了 就把他拿針刺 他母親雕像的事情說出來 丁蘭大怒直接離婚 把他老婆給休了 當時就有離婚這個制度 當時就有這個制度了 休憩 對 所以後來這個事情 也就被視為是非常孝順的表現 所以後來被列入二十四孝之中 那二十四孝裡面有個故事 叫做丁蘭科目 就是指這樣的一個孝順的故事 是這樣來啊 對 那這個說 歷史最早不是供奉牌位 是叫生人扮演師啊 師弟 沒錯 因為我們現在說 東漢才有牌位對不對 那東漢之前呢 一樣要拜祖先啊 東漢是劉秀嘛 對 劉秀創立的 那東漢以前像秦漢時代 那時候早期沒有牌位 那拜什麼呢 拜仁 那他就是找一個活人 來假扮成祖先 所以這個人有個特殊的名稱 叫做師 所以這個師 我們現在一般都說 師體的師對不對 早期師是一個專有名詞 就是專門扮演祖先的人 有點類似像 古代版的cosplay 角色扮演 對對對 那這個活人替身 他其實不能隨便亂選 為什麼要有血緣關係嘛 所以如果是祖考的話 就是有隔兩代的長孫 那如果是賢匹的話 那沒有女兒嘛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變成是找長孫席 所以一個是長孫 一個是長孫席來拜 兩個就是找長孫跟長孫席來扮演 賢考跟賢匹來去拜 那據說是這樣子 才能夠讓祖先的靈魂衣附上去 所以這兩個人呢 他要摘戒沐浴 然後摘戒沐浴完之後 穿上那個爺爺奶奶生前最好的衣服 因為這樣子爺爺奶奶看了之後 才有熟悉感 這是我的衣服沒錯 然後除此之外呢 當然就是要準備貢品進行儀式 那他的貢品也很講究 你知道古代沒有什麼好吃好喝的 所以他都很豐盛 因為就是要讓祖先來享用 那其實跟我們現在拜神差不多 我們現在拜神是用貢品對不對 但是那個貢品神像不會吃 但是這個扮演的活人可以吃 就當場這樣子吃 吃給大家看說祖先在享用了這樣子 那所以他把什麼米飯大魚大肉分成九道 所以稱之為濕酒飯 那對 濕體 然後吃酒吃飯 吃酒飯這樣子 然後吃完之後還沒有 還要限九 那九要限三次 那為什麼是三呢 因為在古代三為多 所以老子是講說 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有沒有 所以三就代表多的意思 那易經也說天地人三財 那天地人就代表天下萬物了嘛 所以也是多的意思 所以我們講一天三餐 那個早中晚三次 拜生住香 那都是有意思的 這個山是很有意義的 對 在生活中常見就是這樣 就代表多 多子多孫的意思 那所以這樣全部拜完 剩下的那些韭菜 才給那個兒女們吃 所以你注意 為什麼我們現在有所謂的格代親 爺爺特別疼孫子孫女有沒有 是因為那些孫子孫女以後是要來 讓我好好的依附上去要拜拜用的 是這樣子來的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說各項儀式都要準備到位 找不到適合的人選還不能拜 那不過你也知道這樣太麻煩了 所以後來越來越簡化 簡化到後來到東漢 這個丁蘭開始用神祖牌拜 那個那個媽媽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說 那我的那個爺爺賢考跟賢癖 爺爺奶奶的祖先 也可以這樣拜囉 所以後來才會變成是用 排位來取代這個活人 是這樣子 你們家有說嗎 我們早期的那個大家族 其實都是有祠堂 就是像那個楊老師講的說 就是一個祠堂 所以像我媽媽那邊有一個劉家大墓 那個劉家大墓真的很大 一個山頭 我媽在我到那個大墓邊的時候 她跟我講墳墓就在這裡 我說在哪裡 整個底下全部都是 就是骨灰坛 它就是有一個祠堂這樣子 然後對 所以那邊 墓很大 但是下面是放骨灰坛的 對對對 它裡面就是一個祠堂 裡面就放立 就放立在裡祖先的骨灰坛 然後外面 那個裡面你有進去過嗎 裡面小孩子不能進去 我們不被允許進去 所以我們就在祠堂外 那就是大人 那你現在已經大人 我那時候是小時候被帶去 是媽媽那邊 對對對 媽媽那邊 因為通常是那個 就是男生才會去拜 對不對 那我媽那一次就是因為劉家大墓 就這樣好像十年一次的大祭典吧 他就帶去 然後當時我就注意到 那個池堂外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牆壁 那這個牆壁寫著地帶祖先 那我就看喔 結果你知道 那個我媽媽那邊的地帶祖先 是劉邦 第一代是劉邦 有 漢朝皇帝的創始者 所以我都跟我的學生講說 我身上有帝王的血統 漢高祖嗎 對 漢高祖劉邦 所以你有漢高祖劉邦的血液 是 好多啊 自己穿霸童 對 要注意的是說 劉邦跟劉備是不同系的 不疑 不同系 對 不同系 所以我在上面看不到劉備 只看得到劉邦 是這樣子